11月23日至24日,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。 在11月24日举办的一场分论坛上,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向与会学者建宝, 介绍了馆内的一件珍贵文物,西汉错经营运文青铜西尊,从中感悟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。 此尊呈犀牛型,犀牛昂首助力,双眼镶嵌黑色料珠,为古代深吸在中国的苏门戏的形象。 整件器物是以细如油丝的错经营运文,精美华丽,虽为实用重器,却又养溢着充沛的活力,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。 西尊所允含着多数价值,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人的非凡智慧,也终于体现出中华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。 那么人类的知识是一代一代探索,积累下来的,也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 外国学者有何感兴趣的中国文物? 面对中兴社记者的提问,原俄罗斯莫斯科人文大学文学系副教授汉伊里现场列出了一份清单。 甲骨文,青铜器,马王堆薄书,其中一部分与他研究的周易课题相关,另一部分则是出于他的个人兴趣。 他们代表所有的历史的过程,直接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。 每个中国大的城市或者小城市有博物馆,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从那里看一下古代的文物,感受一下。 当然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,如何保留我们的文化的一城。 对于该问题,来自墨西哥的上海大学留学生一星,立刻想到了青花瓷。 有很多人,像是古代的文化。 我之前学过了一些,我认为他们非常有趣。 也认为他们的石码,像是白色的绿色。 他们很像是在我的国家。 一星告诉记者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的闪光点 让它从不同角度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们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探索 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